我希望把它轉成 Excel 的話 現在滿簡單的,還記得吧 第一個的話,其實 STEP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那三行 所以一樣嘛,以後我是建議 有些常用的乾脆你就把它放在一個地方 當成範本算了 這應該比較簡單 然後直接貼 好,有沒有,這三行 Ctrl C 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不要把它存成 CSB 的話 比如說把它拿掉了 這幾行 所以 S 可以拿掉 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就這樣 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要把它存成 Excel 的話 那第一個的話,當然我就是 直接把這三行放在上面 包含就是說它的工作部件 然後它的這個工作表物件 這大概這兩個 那接下來的話,最重要就是 換成這個 SHITs 物件 這個 SHITs 就是工作表 也就是說呢,我需要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這些東西怎麼樣 把它變成串列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它塞到 SHITs裡面 SHITs.append 不過 SHITs.append 在這個之前可能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 SHITs 先把什麼 把那個欄位名稱先把它塞進去 所以 SHITs.append 這邊會出現 append的話呢,裡面的話先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就欄位名稱 所以其實剛剛 我剛才直接拿這邊來 OK,有沒有 就是這個 那剛剛的話是一個字串 可是這邊的話記得喔 因為SHITs後面呢 只能夠是一個串列 那串列呢 記得喔,一定是中刮符 所以你就是在刮符裡面喔 看你要先在外面先串好 變成一個list 1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或者是說你直接乾脆 像我是直接寫在上面 就是一個中刮符 那裡面的話 就是放這些資料就OK了 反正它會認中刮符啦 OK,如果不是中刮符 它就不吃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些東西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六個資料 就是RAW中刮符0.test 那必須要先逐一逐一的 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再塞到那個SHITs.append的後面 然後最後就可以safe了 這個是最難的喔 所以我一直強調 如果假設以後 自串可以轉換成 串列這個關卡 你可以過得了的話 那以後應該會簡單很多 因為 將來很多地方喔 它的模組要的都是串列啦 所以喔 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喔 各位想想看 這邊的話是 我是把它直接 print出去 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的文字 對不對 但是如果假設我不要 我是要希望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那應該怎麼做 前面有講過嗎 也許你可以 先產生一個List1 然後後面就append append 有沒有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或者是其他方法都OK 睡一下喔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變成一個 一色檔 那當然第一個啦 我這邊上面當然是 真心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 我就六個欄位啦 不過剛剛好像同學 有遇到一些其他問題 那暫時我那些 旁枝的問題 先不去解決 反正我們先可以抓資料 可以顯示出來 有問題其他 我們再慢慢解決 最後其實就把它save啦 可是如果你現在run的話 會有個問題 你現在如果把它run 應該會成功 可是問題你把它打開 這裡save的話 理論上應該裡面 就會只有一個欄位名稱 其他資料都沒有進來 這沒錯啦 欄位名稱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append的一個 欄位名稱 那其他的資料呢 沒有把它append的進來 所以接下來就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print有沒有 後面總共有0 Raw 中瓜弧0到5.tester 要把它變成一個串列 所以不是一個自串 目前的話是一個自串 所以要怎麼樣把它轉換 轉換的方式 當然第一個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 我要在這個地方 先增加一個空的串列 跟之前做法一樣 空串列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底下就是把資料 把它一個一個寫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再append到那個 sheets的一列就OK了 所以要怎麼樣把 這邊是Raw 0到5 所以其實這邊很簡單 我們可以寫個回圈比較好 4 i in range 那個range的話 剛好就是多少 range的部分的話 剛好0 到多少 0到 應該總共有 應該0 6個欄位 0到5 所以我們當然 直接這邊輸6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就是算它的長度 哪個的長度 就是這個Raw裡面的這個長度 有幾個 那理論上 當然它正常狀況如果是6個的話 有沒有 那這邊就是0 到6 OK 然後enter一下 那我知道範圍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樣把它放到這個List1裡面 很簡單嘛 還記得吧 List1 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是append 那append的話 我就直接把什麼 把Raw的第幾個 所以Raw 第幾個的字 把它怎麼樣 第幾個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它會 這個回圈的話 它就會分別把第0個放進去 然後再把第1 第2 一直到5 通通放到那個串列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它print出來好了 print 把這個 最後記得在那個4回圈同一層 把它print print什麼 把List1先print 我們先不要把它放到那個sheets裡面 然後上面這個print把它註解掉 我先不要產生這個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結果 到底對還是不對 如果對的話 那表示寫到那個 這個sheets裡面的話應該就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最後一筆 有沒有看到 中瓜弧 有沒有 D0 1 2 應該OK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 顯然就是一個串列 OK 那如果是一個串列的話 再來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直接把它放到sheets.append 有沒有 把這個 直接在這邊 加一個sheets.append 然後 後面的話 把這個list1放進來 有沒有 然後後刮弧一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把剛剛我們串好的那個list 然後一個一個的寫進去 OK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應該OK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把它執行一下 好 那應該沒有錯誤訊息 最後看一下結果 打開 總共有這些欄位 看起來應該沒有問題 那因為這欄寬 我把它稍微調一下好了 這一欄應該OK 醫療機構 這一欄好像也OK 聯絡人 OK 理論上大部分應該OK 只是說有幾個欄位 好像它有錯誤的問題 這個可能就另外再處理好了 OK 看起來應該沒問題 然後Ctrl向下 看一下這資料 399-1398 所以有398筆資料 OK 那很快其實就可以把它存檔 好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 我們是怎麼樣 把原來CSV轉換 轉成存為Excel 那其中有幾個地方是重點 第一個的話 一定會有這三行 反正這三行你們應該都找得到 第二個的話 append的一個欄位名稱 第三個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把上面的那個 本來的文字 串成一個串列 然後再放給誰呢 shut the append 有沒有 把它插到它一列 最後把它save 這樣就OK了 save 所以喔 其實也是四個步驟 這四個步驟都滿固定的 所以 以後 反正你只要存檔 要存Excel的話 不外敷就是這四個步驟 就是這三行 第一個嘛 第二個的話就是藍位名稱 第三個就是把它變成一個串 空串列喔 那至於這個部分 可能會是比較 可能會比較會有一些些變化 那其實 不管怎麼變化 反正最後一定是 要提供給它 一個串列就對了 OK 所以這個應該是最難的 第三個步驟 第四個就是save 就是利用這個 工作部物件有沒有 WB 把它save成那個檔案 其實還好吧 我只是覺得 所以其實這部分的話 假如你未來要存成Excel 用這個方法 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 我看我雲端上面 應該也有 有把它放上去 所以我看一下 理論上我寫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應該是第41頁吧 那只是說 對在這裡 剛剛這個串列 這邊的話 OK 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三行 然後這個欄位名稱 這邊都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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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不是 我會看到 我會有到